神奇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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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咯大家好我是TANZE 欢迎收看Minecraft 今天为大家带来欢迎忍者 模组里面的人数介绍啦 对的那个就是我的银分身 我再编络一次给你们看 看到了吗 真的是挺不错的 那如果你还没有观看上一集的话 就是介绍装备啊 武器啊 人具啊 之类的那些 你可以到上一个影片看看 那我会把视频连接放在影片下方 在介绍人数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模组里面有的人物吧 那这里里面人物呢 有 有好的也是有坏的啦 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的吧 就是这个 这就是上个影片你们看到的 杀瓦大大啦 这影分身啊 是好的 只是他的血量只有1 你一打一下他就不见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忍者村民啊 他就是一个村民将 然后你按他可以 给他做交易啊 然后这个是货币 这货币呢 有铜的赢的还有金的 那你要怎么拿到这些呢 在死之前 我学学装备 因为这些 会打人的生物 伤害也是蛮高的 然后呢 也是通过打败他们 获得这些货币的 我们今天就穿这个 名人的忍者服吧 不错不错 然后我还要拿一下 这个小的服装 OK那第一个生成的是 我准备了一个武蟹这里 以防万里好吗 然后这个 这是那个木偶啊 就是傀儡 小里面有 有一个人是用傀儡 还有那个千代婆婆是吧 然后这个傀儡呢 还射箭 不应该是射箭的 可是因为在Minecraft嘛 没办法只能这样啊 傀儡哦 你打他的声音是打 打一个 护龙人的声音啊 你给我过来 给他死了 你打死他又可以拿到什么呢 你可以拿到 这个木材 还有一些木质啊 可是这是没有拿到罢了 然后呢 第二个介绍的就是这个土匪 你看他要打我 我特地弄成这样 还在打不到我 除非我走过去 这个就是 下去了 不理他吧 那接下去了 就是这个流氓忍者 这个比那个土匪还要有杀伤力一点啊 他是带这个面具的 然后跟那个土匪一样 在地图上随机生成的 他们应该挺厚的 有60了 看看 他还这么鬼 好鬼畜啊 可以 你可以下去了 再见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还有一个是吧 对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暗部 他是好的 你不打他就不攻击你了 他命还挺厚的 60 60条命力了 他伤害挺高的 然后他呢 他去帮忙打 把那些 如果你不要卡住的话 就没问题了 我死了呀 再见再见再见 交给他了交给他了 再一次给你们克服一下 左下角的蓝条就是你们的查克拉能量条 就是当你使用人数的时候 所消耗的查克拉 右边的绿条就是体力能量条 就当你跳跃 闪躲之类的所用到的体力 我现在就介绍一下第一个人数给你们看好了 可以 你按J按钮 你会 展出这个画面出来 这里有替身数 好火球之数等等的 那第一个介绍就是这个替身数 你按C和V 你会顺于去一个地方 然后你会生成一个 等一下这个人 好烦啊 你按C和V 你生成一个替身数出来 然后不久的话他就变成一个木头不见了 差不多是这样吧 你会发现你消耗一些查克拉 还有一些时间才能恢复 那如果你不想等 你又怎样呢 你按住C 它就会去凝聚查克拉 这样就满了 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冰凉丸 冰凉丸来恢复它的效果 你看它会变成橙色的颜色 那第二个介绍的就是这个查克拉冲刺 就是你按V它就会启动了 然后当你跑的时候 你就跑得比较快 不然你感觉到没有 就是这样吧 按错了 你按V它又会关闭它了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水上步行之数 你站在水上这边是完全没问题的 可是它会慢慢的消耗一点查克拉 还有一个是你按Z 它会开启 开启那个闪躲模式 你按左边抬跳 你按右边抬跳 一般上站都很少用吧 因为挺难操作这个台 所以你要躲避内人的时候 我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好了 这个吧 可以这样躲 这挺方便的其实 好像太紧高了这个人 行吧 然后你击败这些土匪 或者是流氓忍者 你可以拿到这些货币啊 金色的 一般上都是铜嘛 金色的比较难拿到 那通过点击 CVC 你就能展现出好火球之数啊 我们展示一片 诶别别别别 这好危险啊 太靠近了 你们刚刚应该 应该没看清楚效果吧 展示一片给你们看 他通过射出一个 这个球吧 一个火球吧 那就可以造成爆炸 还有火焰伤害啊 然后当你看这样子看的时候 还有一个动画效果的 OK 所以 差不多是那样嘛 好火球之数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 先展示这个 水盾水连弹之数 你通过点击CB和V 就能释放出这个 感觉是没有什么伤害这样的 可是它伤害是挺高的 你看 这个牛 我用错 我用错绝招了 然后 很方便的是什么 当你不小心释放好火球的时候 你又想灭掉的话 怎么办 反手用一个水连弹之数 问题就解决啦 然后那个水流弹之数 它也是有一个动画了 有点 然后下一个介绍人数就是 土流弊之数 不你们看过没有 哎大多数你们都应该看过 这是土盾的一个绝招 点击VC和V 你就能释放这个人数了 我按的不够快啊 哎 然后你们要按这个时候 你要按的比较快啊 不然它释放不出来啊 B C V 你知道换一个 它就从下面拉上来吧 这个墙 然后过几 过几十秒的话 就会不见了 B C V 可以不够查克啦 差不多这样的效果 然后几十秒的话 就会这样子慢慢不见了 然后它也是有个动作啦 它这个动作也是比较典型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按O 你可以 开出这个界面 你可以选择 你要闪躲还是不要闪躲啊 可以忘记说了 还有一个就是 你能把你的能量调 调成你要的样子 颜色啊 亮度啊 还有设计什么的 我现在就用这个 比较默认的嘛 比较方便看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 就是你用忍数过后的延迟 比如说你用这个 鼓流强之数嘛 你把那delay调后一点 它就会慢点出来啊 下一个人数就是一个 比较有趣啊 这个就是 就影分身之数 你通过按C B B V 你就能释放了 C B B V 啊 差不多是这样吧 像名人这样 放影分身 可是这个是比较少的影分身 这影分身呢 它能 它会跟随你走 那它除了会跟随你之外呢 它也会帮助你 诶这个人 不是吧 我们先展示一下下一个人数 给你们知道吧 除了影分身之外 你还可以释放 多重影分身之数 这是需要消耗很多查克拉的 然后它的那个 formula也比较多一点 C B B V B C 看到没有 它是比那个多几倍的 那个一个数量 但是呢 如果你拿 你握这个刀的话 它会分身出那个刀 你现在暂时只是一个人王 C B B V B C 看到没有它们全部拿着 再不斩的大刀 那几个人走呢 打他 完了 别在上面召唤 别在上面召唤 这是个受我的选择 又是 按部 帮我 C B B V B C 有布 哇你好厉害啊 都不需要我了就可以了 我们再示范多一次吧 没有示范到 多重你分身的数 然后你召唤一个 我会打他 我会跟着去打 好Buddy啊你们 OK 基本上这就是 不要典型的人数 你能在这个模组释放的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一些隐藏的人数 隐藏的人数有什么呢 千鸟 对了就是徐多林 相信大家都知道 只是这个呢 嗯 这个人数呢 可以说是创作者 还没有完成的 还是不想完成他的 我就 不要给你们看好了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你们想知道 这些人数的 招式 怎么按 你可以按 打字写出这个 Juice Suit List 他就跟你说了 那你看这些 有什么呢 刚才说的 那个徐多林是吧 C V和B 你就做出一个 shidori的姿势 然后 他是一个比较恶搞的 招式吧 在这个模组里面 那除了千鸟之外呢 还有两个隐藏的人数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不要给你们看 你按 BBB 就能实现了 咳咳 还有一个 迷你分身之数 就是这个 7B 鞋 你点击 C B V 就能使用了 超迷你的好吗 超迷你的好吗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同树的 它隐藏在这个 按键设定这里 还有一个 ice overlay 东西 一开始这个是 没有的 你要自己调 然后就把这个调整 这个1 这个2 这个3好了 完成 然后你只要点击这个 你就能 开启雪伦眼 我的眼睛刚好 它的那个 皮肤的那个 位置不对 所以就这样吧 那除了这个 一般上 开3个雪伦眼 你能变成万华筒雪伦眼 你可以不要妨碍我吗 真的是 一天天的 不容易啊 这个真的是 太难了 我们继续吧 这个雪伦眼呢 是左柱的雪伦眼来的 你能开三个的 也能开万华筒 那这个雪伦眼呢 只是一个摆射品 没有什么其他招式可用 除这两个以外 你还有一个比较一个 比较酷炫的 你可以开虚左人户 当然 这三个招式在模组里面 只是一个好看用的 所以并没有什么其他用素 所以就这样吧 还有一个人数呢 就是一个比较隐藏的人数 你要通过去 config那里去调一些东西 你才可以使用这个人数 然后千鸟也是一个人数 你需要通过开启才能使用的 跟这个一样 那这个呢 是 你需要消耗非常多沙克拉 基本上是整条 等下 让我换个服装 相信你们也知道我讲什么吧 这个呢 是 所谓的地爆天星 非常壮观与经典的一个招式 你通过按CBBVBCV 挺长的一个是的确 CBBVBCV你就能启动了 他开始了 通过召唤一个球在上面 然后 我们坐在旁边观赏了 是的 就是那 很可惜是他没有营销吧 他吞噬这整块地 全部拉上去 像在系里面这样 诶这个云好烦啊 盯住了 看 多么壮观 他把这整个地带的 在 方块全部吸上去了 这地爆天星 他在这个模组里面围坐不了 就是他没有声音啊 是比较可惜的 然后在之前呢 这个 模组他会把你吸上去了 现在不会的 看 然后吸里面这样 牛也被吸上去了 不是吧 真的是 CBBVBCV 对了 投上去 然后 然后 就等他慢慢 就什么了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 模组也介绍到这里吧 今天的人数片就到这里了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吧 也没有更多了 其实这个模组算 不大也算不小了 我们感谢一下多则 那如果你喜欢观看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并且在频道旁边点个订阅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的模组介绍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更新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